你也在隔壁大陆上班 你也是吗 上班能挣几个钱呀 我时间很紧的 不落丸子了 你什么段位 什么身份 什么身价 听清楚了 是身价 我没卖过自己 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价 行行行行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屁大本事没有 还挺轻高 你爸妈有多少钱 这个我没问过 咱们能不能聊点 跟钱没关的话题 跟钱没关 那聊什么 聊感情吗 没有物质的感情 就像一盘散沙 行不行风吹雨打 那你什么身价 你别不服气 我今天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王总 你不是想让人家吃饭吗 人家想吃海鲜 就是你买单的那种海鲜 没问题 不就几千万把块吗 看到没 本姑娘无价 这国的人啊 一大把 只要我愿意 我想怎么消费 就怎么消费 这就是我的身价 你这不是有价吗 几千万把块 你 你这种屌子 就吃不到葡萄 收不到酸 老板 菜准备好了要上吗 老板 对啊 这是我们店的老板 菜等会上 你知道 我这个人是个小抠 哎哟 我就说嘛 王阿姨介绍对象 怎么会不靠谱呢 王阿姨介绍的对象 什么时候靠谱 哎呀 这个不重要 我以前啊 叫感感 你把我的心脱走之后 我就叫憨憨 你不能这么铁实心肠 那我做铁憨憨吧 我怎么漂亮 哎呀 你说你 一没学历 二没功夫 三无产品 光想着靠漂亮打进高端市场 漂亮是优势 但也贬值得最快 光靠漂亮混日子的 真的 小心哪天日子把你给混了 你看那些劣质产品 换了多少次包装了 最终还不是倒闭了 看一眼